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又微面无表情地望着我 女儿躲在她身后头看 他们目光冰冷 似乎我是一个招人厌恶的外人 韩非你也不管了吗 良久白又微问我 她很清楚 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整天捧在手心上 可是不论是白又微 还是韩非 都是我在一厢情愿的付出 再爱也是会厌倦的 你放心 我不会争韩非的抚养权 至于抚养费 到时候我会打到一张卡里 托别人带给你 这套房子也留给你和女儿 以后我们毫无瓜葛 我会离开 消失在你们的视线里很奇怪 明明我那么难过 说出这些话时却很平静 白又微诧异地盯着我 韩赫 你到底怎么了 白又微摇了摇头 好端端的 我不知道你在闹什么 闹 或许吧 我叹了口气 随你怎么想 总之 先把离婚协议书签了吧 白又微的手指微微颤动 他貌似想起了什么 突然问我 是因为曹伟吗 我没有说话 就因为 昨天我接了曹伟的电话 白又微眉头紧锁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震惊 即便到现在他都不知道 这并非只是一个电话的原因 昨天难得假日 我亲自下厨 烧了几个拿手好菜 炎炎夏日 哪怕开了空调 收拾一顿下来 也汗流加倍 将菜盛好 放到餐桌上后 我去卧室 叫母女两个出来吃饭 却偶然听见 白又微在和曹伟打电话 曹伟是白又微的初恋 他们在同学时代就交往了 一直到大学毕业 两个人甜蜜了这么多年 却因为工作去向 产生了分歧 白又微想留在本地 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曹伟则想去其他城市闯荡几年 赚够了钱再回去 白又微不安于异地恋 和曹伟吵了一家又一家 最后 曹伟一气之下提出了分手 分手就分手 没有你 我照样有人要 这是白又微留给曹伟的最后一句话 之后 曹伟如愿去了外地 次年 我和白又微相亲结识 很快就陷入热恋 交往没多久 白又微主动提出结婚 婚后第二年 我们有了韩兔飞 我唯一的女儿 其实在她问我要不要结婚时 我仍旧觉得像做梦 我问她 你爱我吗 她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我 怎么 你不愿意和我结婚吗 风吹起她的发烧 遮挡住了她的眼睛 我无从知晓她那时的心情 我只知我自己心潮澎湃 兴奋不已 我说 我愿意 我爱你 白又微很少提及她的过往 这些事 都是从她母亲口中得知 因此 当我再次听到曹伟这个名字时 我几乎已经忘了她是谁 曹伟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当初大家都有错 我知道 我没有怨你 谢谢你昨天陪我和飞飞去水族馆 飞飞说她很喜欢你 如果 如果再来一次的话 说不定我会选你 敲门的手愣在空中 我像被人施了法术 一动不动地盯在原地 白又微挂断了电话 她打开房门 看见我十一愣 我收回手 尴尬地笑了笑 吃饭了 我去喊飞飞 我走到女儿的卧房 刚想要拧开门把手 白又微叫住我 含喝 我没回头 刚才的话 刚才的什么话 我抢先反问 顿了顿 她回复我 没什么 哦 我也没有再接话 去房间里喊女儿吃饭 饭桌上 大家各怀心思 白又微对曹薇说的那番话 让我如梗在喉 以至于当她给我夹菜时 我都没反应过来 含喝 含喝 白又微提高了音量 我回过神来 看向她 嗯 多吃点菜 白又微又给我夹了一块排骨 想什么呢 这么出神 没想什么 白又微给我夹的那块排骨 异常软烂可口 但我吃着却寡当无味 戏想来 那好像还是她第一次给我夹菜 晚上 我哄女儿入睡 女儿捧着绘图本 指着里面的插画问我 爸爸 王子为什么要找灰姑娘 因为王子爱灰姑娘呀 就跟爸爸爱妈妈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 这句话说出来时 我内心莫名很虚空 那灰姑娘爱王子吗 女儿眨眨眼睛 爱吧 他们在一起会幸福吗 会的 女儿挠了挠头 那爸爸 让妈妈和曹叔叔在一起吧 他笑嘻嘻凑到我耳边 我想让妈妈幸福 所以爸爸 我可不可以换个爸爸 往事种种涌入脑海 面对此刻的白又微 我只想快点结束 这荒唐至极的婚姻 我压制住情绪 把离婚协议书递给他 我真的累了 白又微 签了吧 白又微堵着一口气 结果离婚写一书 二话不说 就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韩赫 这可是你自己要我签的 他愤愤地望着我 我与他四目相对 淡淡地回了一个恩字 我们好聚好散 留下这句话 我便收拾东西离开了 临走前 女儿牵住我的手 爸爸 你别走 我些许动容 但紧接着 女儿又说 爸爸 你惹妈妈生气了 不哄吗 我甩开女儿的手 以后别叫我爸爸了 失望到极点 人果真会变得冷漠 离开那个以前我心心念念的家 我随便找了个酒店住下 领完离婚证后 我买了一张飞离京城的机票 我带着我仅有的行李 在一个深夜 孤独地离开了 没有留给母女俩任何消息 一个星期后 我顺利找到了工作 凭借着一点人脉 我在这里过得还算不错 晚上我回到新家 打算小酌一杯 我坐在吧台上 微醺下 望着月光 我又想起和白又微的过往 人不是突然就变得 细细想来 其实他们那些可笑的行径 都有迹可寻 我记得我和白又微新婚那晚 我碰他 他说心情不好 婉拒了 我以为他害羞 没有多问 后来 我再三询问 可不可以同房 白又微却没有来得对我发火 他说 你是精虫上脑 脑子里只有干人这档子是吗 韩赫 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人 我真的会觉得恶心 甚至 我会觉得 我和你结婚 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我愣愣地望着他 我不明白女人的心理 对于我来说 我结婚了 我和我老婆行房事 那是我爱他的一种表达 我不知道 原来这也会被女人 列为讨厌的理由 我忽然想起 白又微和曹薇之间的事 我试探性地询问 你是不是还爱他 白又微沉默了两秒 对我说 跟曹薇有什么关系 别把你自己的问题 扯到别人身上 很下头 我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我甚至生出了 既然不爱就放手的念头 而且 我也打算实施 但就在我要坦白的那天晚上 白又微扑倒了我 他全身酒气 眼神朦胧 你爱不爱我 他反复盘问 我必无可避 妥协道 我爱你 我揽住他的腰枝 他掀起裙子 跨坐在我身上 我第一次看他主动的样子 我不知道那天 他为什么喝酒 他看起来不是很高兴 但当他在我身下 喊着曹薇的名字时 我就明白了 他很主动 我却感受不到他的爱意 他让我一遍又一遍地说爱他 然而 他根本不在乎我爱不爱他 第二天 白又微恢复本色 他一边穿衣服 一边瞥眼看我 用公式公办的语气问我 还不起床 不工作了 我呕了两声 连忙起来穿衣服 我心里莫名慌乱 连继领带都显得笨拙 白又微朝我翻了白眼 从我手中抢过领带 帮我系好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我竟有些欣喜 拽了一下领带 让白又微顺势倒在我怀里 我吻了他嘴唇 笑了 他没有想象中的娇羞 只是平淡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下次别再这样了 累完之后 又过去几个星期 白又微出现恶心呕吐的症状 我带他去医院查看 果不其然 怀孕了 我没有哪一刻 比现在更欣喜若狂 我向领导申请调休 整了两天假 买了一堆补品 还特意给白又微微了鸡汤 我做了一大桌子菜 全然没注意 白又微坐在餐桌边 心事重重地抚摸肚子 我将菜上其食 他淡淡地通知我 含赫 我不打算要这个孩子 我哑口无言 呆呆地望着他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才沉声问了句 你说什么 好像人在不愿意相信事实时 总会下意识地反问 以达到缓冲大脑的目的 或者是期待刚才只是自己的幻听 白又微毫无感情地重复了一遍 我说 我不打算要这个孩子 为什么 我的音调拔高了几分 他微微抬头 不合适 什么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如果怕我工作没人照顾你 我可以去找住家保姆 要是你觉得你在工作上生气 我们也能好好商量 甚至 甚至你运反严重 你讨厌 你受不了 你怕疼 你不想生 我都能接受 可是你突然来一句不合适 什么意思 什么叫不合适 白又微沉默不语 我感到无力 我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 试图将怨气全发泄在桌子上 我背过身 不想看他 更不敢看他 白又微 你能不能 别每一次都给我一颗枣 再打我一巴掌啊 耍我很好玩吗 白又微全程冷暴力 最后 他妥协 孩子的事 我在想想 他最终还是 没把孩子打掉 但原因为何 我至今不敢深究 因为他选择生下孩子时 是他偶遇曹维 和他现女友后第二天发生的事 正喝的上头 我的手机却响了 我接听后发现是白又微 电话里 他的声音微微颤抖着 他有气无力地对我说 含喝 我肚子又疼了 你下班回家的时候 帮我带一盒不落分 我顿了顿 说 你忘了 我们已经离婚了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 我知道了 他很快挂断了电话 但几乎是几秒的功夫 白又微又打过来了 我有些不耐烦地接起 家里应该还有几粒不落分 在客厅要箱里 冰箱里也有红糖 你自己弄点红糖水喝 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我会直接拉黑 我们已经离婚了 就不要再纠缠不清了 刚说完 电话那头传来稚嫩的声音 爸爸 你为什么不管妈妈了 菲菲 我顿了顿 女儿接着说 妈妈生病了 今天没有去上班 你也不回来 我用妈妈的手机 给曹叔叔打电话 想让他来照顾我和妈妈 可是曹叔叔说他很忙 来不了 爸爸 你真的不要我和妈妈了吗 你不是说最爱我和妈妈吗 你不在 我和妈妈怎么办 女儿的声音有了哭腔 说不心疼那是假的 可是想要别人当爸爸 遇到困难 却惨遭对方拒绝的女儿 不值得我回头 我尽可能让自己说话平静 我已经有自己的生活了 菲菲 你应该记得 我在走的时候就对你说过 我不是你的爸爸了 可是爸爸 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吗 我打断女儿的话 没 没有 嗯 那我就挂了 挂断电话后 我将白又威拉黑了 卧房内 白又威满头大汗 蜷缩着身体 妈妈你没事吧 还疼吗 韩非笨拙地拍打着白又威的后背 白又威吃力地摇摇头 菲菲 帮妈妈去把药箱拿过来好不好 妈妈想吃点药 嗯 韩非点点头 去拿药箱 白又威靠在床头 闭着眼 想起刚才韩赫说过的话 心中不免生出一丝落寞来 换作以前 如果跟韩赫说自己痛惊地厉害 他应该会马不停蹄地赶回来吧 然后帮自己倒红糖水 帮自己贴暖宝宝 让自己靠在他的怀里 而他自言自语半天来转移注意力 可现在这些全成了奢侈 白又威曾以为 如果非要选一件 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失去的物品 他会果断说出韩赫 韩赫此人 说不上多帅气 可是为人他是肯干 又对自己上心 哪怕自己和他结婚的初衷 不是相互爱慕 只要偶尔说一两句情话 他就会甘愿付出 毫无怨言 但 这个完美的幻想 破灭了 妈妈 你快点吃药吧 韩非把药箱拿过来 还贴心倒了杯水 谢谢飞飞 白又威挣扎起身 吃了要躺下 妈妈 对不起 韩非有些伤心 我没有把爸爸喊回来 不要紧 白又威摸了摸韩非的头 是咱们不要爸爸了 不是爸爸不要我们 他想回来 妈妈还不给呢 所以没关系 这不是飞飞的错 不用道歉 韩非听爸 头低得更狠了 可是 我也没有把曹叔叔喊过来 白又威挣了挣 随即苦笑了两声 曹叔叔是临时有事才不过来的 他不是故意的 妈妈 韩非的眼泪一下子涌泄出来 飞飞到底做错什么了 为什么曹叔叔不理我 连爸爸也不理我 为什么 白又威的眼圈有些泛红 他将韩非抱在怀里 轻轻拍打着后背哄着 过了好久好久 白又威鸡不可查地叹了口气 自嘲道 不是飞飞的错 是妈妈 是爸爸的错 跟飞飞没有关系 白又威沉沉地睡了一觉 醒来时 已经是晚上七点 他躺在床上 揉了揉吃痛的额头 他的眼神涣散 脑壳里嗡嗡作响 老公 我头疼不想动 你帮飞飞放一下洗澡水 没过一会儿 韩非抱着娃娃来到主卧 妈妈 你忘了吗 爸爸已经走了 深深地沉默之后 白又威笑了 哦 对 是妈妈睡糊涂了 她望着黑黑的天花板 整个人好似灵魂被剥离的取窍 半晌 她淡淡开口 是妈妈搞错了 妈妈再躺一分钟 马上去给你放洗澡水 韩非看着白又威 冷不丁凑过去 吻了一下白又威的额头 妈妈 你是不是很寂寞 你别怕 飞飞在呢 寂寞 白又威重复了一遍 我吗 为什么 不知道 韩非摇摇头 可能是因为 妈妈想爸爸了吧 怎么可能 白又威吃笑 妈妈不会想爸爸的 飞飞猜错了 真的吗 韩非用一双 圆溜溜的眼睛 望着白又威 白又威不禁转头 错开视线 嗯 妈妈不想爸爸 一辈子也不会 第二天 周末 白又威难得睡了个懒觉 窗帘没有全拉上 留了点缝隙 太阳从缝隙里照射进来 光洒在旁边空着的枕头上 白又威伸手摸了摸 冷冰冰 没有温度 我怎么可能会想他 我又不爱他 空荡荡的房间内 只有他在自言自语 搬离京城半年后 我逐渐适应了南城的生活 惬意 美好 最主要的是 没有人打扰 自从半年前将白又威的手机拉黑 我就没有再收到他们的来电 直到一个月前 我换了部手机 顺便重新办了张卡 我全然步入崭新的人生 两年后 我被分配到南城隔壁的城市工作 在一次员工聚餐中 我结识了杨姐 后来不断相处 我们相互爱慕 彼此表白后交往了 交往一周年 我们同居 第二年 结婚 再一年 我们有了一个儿子 不同于白又威 杨姐对我总是尽心尽力地照顾 他总说 就算是男人 也很渴望被爱被呵护的 所以 他总会早早准备一杯冰啤酒 等我下班回家 会在去帮儿子买纸尿裤的路上 顺便给我带一份 我爱吃的红皮鸭子 会在我工作失忆时 毫不吝啬地夸赞我的才能 提先安抚我的心情 杨姐称得上是 完美的贤妻良母 与此对比 白又威就显得愈发不堪 他从来没有在意过我 他不会特意给我准备吃食 等待我下班回家 也不会记得我的喜好 更不会注意到我的情绪 我记得有一次 我加班到晚上九点 我鸡肠鹿鹿回到家 等待我的 却是残羹剩饭 明明我跟白又威煮托过的 我回家吃饭 记得给我留饭菜 他确实留了 两个素菜 只剩几片叶子 油滋滋的 一碗排骨汤 清淡得看不见一点排骨 哦 还有冷饭 我有些难过 问他 你们晚上吃的什么 买了点熟菜 我和飞飞吃完了 我炒了两个素菜 给你留了点 还有排骨汤 飞飞正在长身体 排骨我全给他捞了 汤锅里还有 你突然问这个干什么 我张了张嘴 却没说出一句话来 说实话 我其实并不在意 有没有好菜的 我又不差这点菜钱 我在意的是 明明可以给我留的菜 却吃的一点也不剩 他们根本没有 把我放在心上 连一项宠爱的女儿 也丝毫不在意 爸爸 你要不泡汤 划两口吧 这样吃快点 我还有提要问你呢 你搞慢了 我会写到很晚 很累的 为什么不问妈妈 我说 妈妈说她每天忙着照顾我 还要烧菜烧饭 已经很忙了 让我不要吵她 是 但孩子确实很忙 那我呢 我就不忙吗 把孩子推给我 我是孩子爸爸 她就不是孩子妈妈吗 还有韩飞 我自认为我对她不错 从小就宠她 她刚学说话时 和别人不一样 喊的第一个词是爸爸 但尽管如此 孩子越长越大之后 似乎就忽略了 我是她的爸爸 和她妈妈沆瀣一气 把我当成这家的庸人 在那个令人窒息的家里 我总是被吩咐 被使用的那一个 好在杨洁的出现 弥补了我的那段缺失 而现在 我们的儿子即将满岁 我的妻子贤惠 我的儿子可爱 我的生活美满幸福 一日复一日 原以为 我会一直这样安稳地 持续下去 可是在两年后 某个平平无奇的周末 我再一次见到了白佑薇 当时我正在书房 忙于一份文件的编辑 突然门铃响了 杨洁去开门 门缓缓开启 白佑薇带着韩非 出现在杨洁的面前 杨洁和白佑薇 都愣住了 还没等杨洁开口 白佑薇抢仙道 抱歉 我可能是敲错门了 我刚收集好资料 朝门外问道 老婆 谁啊 是老张吗 杨洁没回复我 我走出书房 郑巧与白佑薇 四目相对 白佑薇再一次愣住 呃 他 杨洁不知怎么向我解释 现在这个尴尬的局面 而白佑薇直接推开杨洁 静止走到我跟前 不敢置信地说 你结婚了 分别多年 再次重逢时 他只有一句冷冰冰的质问 杨洁看了我一眼 我明白他的心思 我曾经跟杨洁说过我和白佑薇的事 在某一个深夜 我们聊了很久 我将我对白佑薇的奢望 渴求和彻底失望 尽数坦白 而杨洁什么也没说 他只是拍了拍我的后背 杨洁虽然没见过白佑薇 但看他的神情 他应该猜出 此刻莫名闯进家中的不速之客是谁了 白佑薇不屑地瞥了杨洁一眼 贾欣欣地表示友好 哦 你应该不知道我是谁吧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白佑薇 这是我女儿韩非 没错 韩非是韩赫的孩子 我是韩赫的前妻 嗯 嗯 你好 抱歉啊 让你现在才知道 韩赫离过婚的消息 我们俩刚毕业那会儿就交往了 他很爱我 我们因为一点误会离婚了 韩赫应该没跟你提过我吧 也是 他这人就这样 很拧巴越是在意 就越是闭口不提 他说多了晚上又伤心 白佑薇薇薇仰头 宣誓主权 杨洁只是淡淡回道 我知道你 韩赫跟我说过 白佑薇当时变了脸色 我挡在他跟杨洁面前 质问他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这么多年没见 你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吗 白佑薇腻了杨洁一眼 然后扯了扯韩非的衣服 非非 叫爸爸 爸爸 韩非抬头望着我 我们好几年没见过了 你应该很想我吧 韩非出路的越发像白又微了 他眼角上挑着 仿佛在向我炫耀 这么多年 即使我不在他们身边 他们也过得很好 韩非是我第一个孩子 他能健康长大 我自然是高兴的 但和他对事时 他那副洋洋自得的模样 却又让我觉得不自在 但其实 他一开始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记得韩非刚出生那会儿 我把他抱在怀里 生怕把他压着碰着 我看着他一天天长大 从吃奶到断奶 从坐着娃娃车到步履盘山 我没有一天不再费心 他学会说话后 我每一次下班回家 他都会第一个走到门口 伸手要我抱 嘴里不停地喊爸爸 在大歇 每次吃完早饭 他就拖着对他来说 急重的公文包 送我到门口 学着电视里放的那样 对我说路上小心 然后每当我劳碌一天回到家 他就守在门口 对我说欢迎回来 晚上吃饭时 他还会用胖乎乎的小手挥舞着 说爸爸挣钱辛苦 以后自己要挣大钱养爸爸妈妈 可是后来就变了 渐渐地 他不再黏着我了 也不送我到门口 对我说路上小心了 当然更不会迎接我回来 一开始我以为 只是孩子变大了 性格内敛了 表达爱的方式含蓄了 可有一次 我劳碌一天 加班到很晚回来 那时孩子还没睡 白又威似乎在和别人聊天 韩飞则是抱着玩偶 在自言自语玩过家家 怎么这么晚还不睡 都快十一点了 我走进房里 白又威有些心虚地关掉手机 我跟孩子都睡不着 等你呢 他们在等我回来 我心里美滋滋 凑到孩子面前 在等爸爸 韩飞没搭理我 我咳了两声 耸了耸肩 爸爸今天上班好累 飞飞帮爸爸垂睡背 好不好 韩飞扫了我一眼 用稚嫩的语气质问我 谁不累 什么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韩飞眨眨眼 天真无邪 妈妈在家照顾我也很累 又不是爸爸一个人累 妈妈累都不喊累 只有爸爸 还没做什么事就抱怨累 爸爸就知道庄 飞飞不喜欢这样的爸爸 我猛了 谁教你这么说的 我的语气强硬了些 韩飞被吓到了 转眼间眼睛就红了 他瞟了一眼白又威 白又威就不耐烦地 把韩飞抱到自己身边 小孩子瞎说的 你跟他叫真什么 你也真是的 多大的人了 没点数 那是我第一次跟白又威吵架 我从来没有忽略过 白又威作为妈妈的付出和劳累 但同样的 我作为整个家庭支柱的付出 与辛苦 不该被轻飘飘地否定 况且 否定我的 是我最挚爱的两个人 为什么要教孩子说这种话 我觉得很莫名其妙 大家都在为这个家付出 没有谁比谁更累 谁比谁更轻松的说法 你对飞飞说 这些事想给他灌输什么理念呢 孩子还这么小 你怎么能教这些歪理 你好什么 我说错什么了 白又威用一种居高临下的眼神望着我 你自己加班 心里有怨气 也没必要发泄到我和飞飞身上吧 不想过就直说 绕什么弯子呢 神经病 白又威抱着韩飞走到门口 重重地关上房门 去小卧室里睡了 这之后 我和白又威冷战了一段时间 韩飞却仍旧在添油加醋 吃饭的时候 他对我说 爸爸 你哄哄妈妈吧 妈妈都被你气得吃不下饭了 吃不下就别吃 我把筷子摔到桌子上 韩飞撇撇嘴 爸爸 你太坏了 我也不吃了 我去陪妈妈 自己疼爱的孩子 却不爱自己 说出去也是个笑话吧 不过现在无所谓了 对于韩飞 我只需要负责定时给生活费 等他成年 我就与他毫无瓜葛 我不想再把爱给予 在对自己毫无爱意的女儿身上了 况且 我现在有老婆 有孩子 我的心里已经腾不出多余的位置 给韩飞和白又威 飞飞 我已经有新的家庭了 你和你妈妈 贸然跑到这里来 会给我造成困扰 我保持理性 和韩飞讲道理 为什么 韩飞撅了嘴 那个女的有什么好的 没妈妈漂亮 也没妈妈能干 再说了 你不是说过最爱我和妈妈吗 可是 你和妈妈也不是最爱爸爸 不是吗 我蹲下来 与韩飞平视 飞飞 凡是要讲道理 你已经长大了 要懂事了 我和你妈妈之间没有感情 你应该知道的 我很爱我现在的妻子 还有孩子 可能说这些话 对你来说有点残忍 但我觉得 就算没有我 你和妈妈也过得很好 听话 和你妈妈回去吧 好吗 才不要 韩飞推开我 爸爸说谎 爸爸是爱我和妈妈的 爸爸只是不敢承认 因为爸爸怕比不过曹叔叔 对不对 我黑了脸 我好言相劝 韩飞却全当放屁 每当他提起曹伟 我就知道 从他嘴里 说不出什么好话了 那时他问我 可不可以换个爸爸的时候 我辗转难眠了一整个晚上 一是为韩飞 竟然知道曹伟的存在而困惑 听他的意思 他不只知道 还接触过 或许 白右威还曾经就在我眼皮子底下 带着韩飞出去跟曹伟续情 而我却被蒙在鼓里 什么也不知道 二是为韩飞对我说出这句话 而感到伤心 关于白右威疑似出轨的事 韩飞只字不提 甚至拿曹伟和我做比较 得出曹伟比我更适合当爸爸的结论 可现实呢 如果曹伟针对他们母子费尽心血 我也就不多说什么 但现在他们奔赴千里来找我 而不是去找曹伟 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说的再难听些 无非就是曹伟不愿意接手二手货 白右威怕了 想找个依靠 于是窜多韩飞来投靠我 想跟我打感情牌 让我离开现在的家 和他们回京城 说到底 我也只是个备选 是给他们兜底的 我刚想言辞批评 躺在摇篮里的儿子 就挖一声大哭起来 孩子该喂奶了 杨洁回过神来 我去房间里给孩子喂奶 你和白小姐好好说清楚吧 杨洁明显情绪不对 但她仍旧尊重我 信任我 这就是白右威跟她本质的区别 我点点头 走到她身边 抱了她一下 想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我会处理好的 嗯 杨洁朝婴儿床走去 然而 韩飞却趁我们不注意 先跑到婴儿床旁边 狠狠地推了一把婴儿床 吵死了 婴儿床剧烈地摇摆着 孩子哭得更狠了 你怎么能这样 杨洁着急地巴拉开韩飞 把孩子抱在怀里 韩飞毫不在意地说 她太吵了 我警告一下怎么了 阿姨 你是大人 还跟我一个小孩斤斤计较 而且你还推我 要是把我推到了 磕到哪儿怎么办 你赔得起吗 白又威在一旁 得意地目睹着这一切 就是 小孩子之间的玩闹 何必当真 我忍无可忍 把韩飞拽过来 一个脸巴子扇了过去 给你杨阿姨道歉 韩飞被打猛了 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眼泪倒是伴随着生理反应 夺况而出 白又威瞪大双眼 赶忙挡在韩飞面前 你怎么能打孩子 孩子有什么错 她可是你亲生女儿 我二话没说 又一个巴掌扇到 白又威脸上 你看你把她都 交成什么样了 废了 白又威和韩飞 都僵在了原地 就连一旁的杨洁 也被我的气势吓到 白又威呆呆地伸手 摸了摸脸上的巴掌印 你敢打我 打的就是你 我怒发冲冠 你先是私下带着 韩飞约见曹伟 在电话里跟他 暧昧不清 又给韩飞洗脑 让他想当然 把你的出轨对象 当理想爸爸 不顾孩子的三观发育 纵容他一而再 再而三地使坏 把他交成了 彻彻底底的废物 我离开后 曹薇不愿意 和你们组建家庭 你就叫唆韩飞来找我 想把我带回去 继续压榨 现在 你又放任韩飞 来伤害我的孩子 你作为我的前妻 擅自打扰我的生活 恬不知耻 刚愎自用 作为孩子的妈妈 你没有以身作则 给孩子树立正确的三观 反而蛮横无礼 蛇蝎心肠 我拽住白又威的衣领 强迫他与我对视 白又威 你不该打吧 白又威愣了老半天 才反应过来 他正脱开我的手 信信道 就算是这样 你也太过分了 孩子我没教好 我自己有数 至于曹薇 我只是跟他出去过几次 又没干什么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会发这么大的火 而且 白又威说罢 眼神忽然落寞起来 我跟飞飞 大老远跑过来 只是想见你一眼 你这样对我们 良心不会痛吗 我冷笑了一声 你颠倒是飞 装模作样的表情 还真可笑 你以为你装装可怜 我就会心软了 白又威 一些涉及原则的问题 我绝对不会让步 我又把韩飞拉到我面前 韩飞 我只说一次 你听清楚了 我不管你心里 有什么小心思 也懒得在追究你 和你妈妈 还有曹薇之间的事 但最起码的 做人 不能坏 你妈把你惯得不成样子 可你自己要清楚 不能再这么堕落下去 否则以后出了社会 有你受的 说完 我把白又威和韩飞 推嗓到门外 该说的我都说了 我已经人之意尽 现在 麻烦你带着韩飞滚蛋 门啪的一声被我关上 这时 杨洁才担忧地走到我身边 拍了拍我的肩膀 别气坏身体 我还犯不着 因为他们气出病来 我副手搭上杨洁的手掌 安慰道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白又威和你女儿都跑过来找你 一直这样闹下去也不行 要是下次 他们还这样子 杨洁没说下去 我知道你的顾虑 我说 你放心 明天我再去打听打听 要是他们回京城了 那就还好 如果他们还在南城逗留 我就去跟他们说清楚 实在不行 我就报警 这样会不会 你不要想太多 老婆 是他们不讲你在先 你没必要 因为他们 曾经跟我组建过家庭 而再三忍让 我也不会让你受委屈 咱才是一家人 我只想和你 和儿子好好过日子 但凡其他人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不管是谁 我都会毫不留情地反击回去 白又威带着韩飞 落魄地走在街头上 妈妈 我们现在怎么办 爸爸不要我们了 我们还要不要把爸爸 从那个女人手里抢过来 韩飞看向白又威 白又威整理了一下 刚才被扯乱的衣领 问道 你怎么知道 他不要我们了 妈妈是什么意思 韩飞有些捉摸不透 爸爸对我们说那么重的话 他应该讨厌死我们了 不会再跟我们回去了吧 所以 他为什么讨厌死我们了 白又威又反问道 啊 韩飞听得云里雾里 韩飞 你知道你爸爸因为什么生气吗 因为我们擅自找到他家里 他觉得他受到了骚扰 不是 白又威一口否决 妈妈跟你爸爸相处了这么多年 这点小心思还是看得出来的 你爸爸气的根本就不是这个 那是什么 他是气我当时对你曹叔叔说的那番话 以及你对你爸爸说想换个爸爸这件事 简单来说他只是在赌气 赌气 对 他觉得他对我们掏心掏肺 可是我们却背叛了他 他不服气 不服气 所以他要离婚 要搬走 要离开我们 甚至和别人结婚生子 妈妈 你说的话我听不懂 韩飞摇了摇头 你爸爸没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爱 因此随便找人结婚 营造自己很幸福的假象 实际上内心还是很空虚 但如果我们主动认错 跟他说我们错了 我们想他了 我们需要他 我们还爱他 你说你爸爸会怎么做 会怎么做 韩飞挠挠头 他会不顾情分 赶走和他朝夕相处多年的妻女 还是头也不回地离开 和他没有感情基础的现任妻子呢 白又微冷哼了一声 我们试试看 第二天 有个朋友告诉了我白又微母女的行踪 朋友则声 你这前妻也真够不要脸的 都离婚了 还缠着你不放 真要这么喜欢 当初干嘛去了 他们只是觉得 没了我不习惯罢了 我昨晚上听我一同学说 他朋友的老婆 跟白又微认识 从他嘴里听说 曹薇不久前 跟他前任附和了 白又微没了依靠 可不就想到我了 我一边啃包子 一边吃笑 这货打算 把我当冤大头呢 傻叉玩意儿 那你现在什么打算 总不能就放着不管吧 隔三差五的骚扰 也很烦的 我当然不会放着不管 你把他们的住址发给我 我去找他们 你主动去找 对 与其坐以待毙 等着他们上门骚扰 还不如我自己主动去找他们 把话说明白了 他们要是撒泼 我就报警 总之 不能让他们再打扰到我老婆 我态度坚决 你说的也有道理 你等会儿 我给你发过去 朋友掏出手机 将地址发到我微信上 我看着地址定位 心里暗自盘算着 吃完早饭后 我照着地址定位 找到了白又微母女 我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韩飞 爸爸 你怎么来了 白又微紧跟其后 他看到我 先是诧异了一番 紧接着把我邀请到房间里 昨天是我太冲动了 我向你道歉 但我真的只是想让你回到我和飞飞的身边 白又微给我泡了一杯茶 韩赫 你知道吗 这么多年 我真的很想你 你别跟我说这个 我不吃这套 我翻了个白眼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清楚 你俩赖在南城不走 是几个意思 你们要是纯旅游 我管不着 可如果是想继续去我家读我 那我丑话说 在前头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白又微愣正住 他缓过神来 苦笑道 这么多年没见 你何必对我们娘俩 那么尖酸刻薄呢 我们没有什么坏心思 我只想帮飞飞找回爸爸 帮我自己找回丈夫 我有错吗 没离婚那会儿你可静坐 现在我有了新的家庭 你跟我说你后悔了 白又微 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我把水杯放在桌上 站起身 总之 我现在只要你一句承诺 不要再来找我麻烦 更不要找我家人的麻烦 白又微皱了皱眉 你把话说的一点余地都没有 可是韩赫 如果你真这么讨厌我 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思来找我 我不信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我抹了把脸 开始变得烦躁 你甚至听不懂人话 白又微不顾我的讥讽 她拉住我的胳膊 恳切地说 韩赫 让我们回到从前吧 好不好 你不在的日子里 我和飞飞过得很煎熬 没有你 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乐趣 我知道 之前是我一时鬼迷心窍 但现在我想通了 我爱的一直以来都是你 飞飞我也会严加管教 绝对会变成你心目当中的乖女儿 这几天我睡觉都睡不着 一闭上眼睛 脑子里就全是你的影子 昨天见了你之后 我更加激动 韩赫 我真的很需要你 我爱你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 一心一意爱你的机会 这一次 我会做一个好老婆 我会让你幸福的 白又微说吧 扯了扯韩飞的衣角 韩飞立马变得哭唧唧起来 爸爸 飞飞也很想你 我知道 你以前最爱我了 你肯定舍不得我伤心的 对不对 爸爸 你跟妈妈和好吧 飞飞发誓 一定听爸爸的话 当你的贴心小棉袄 一心一意地爱我 白又微眼神中 闪过一丝窃喜 她极力点头 对 一心一意地爱你 只爱你一个 我沉默着 伸手探向她 拽着我胳膊的那只手 白又微和韩飞对视了一眼 眼底不经意间 显露出一丝 志在必得的神情 她看到我的手 渐渐逼近 想当然以为 我是想握住她的手 因此 手指也在慢慢 向我的手指靠拢 而我一根一根 掰开她的手指头 打了胆衣服上的褶皱 讥笑道 你的爱很值钱吗 你凭什么觉得 我需要你的爱 白又微煞时 变了脸色 妈妈 怎么跟你说的不一样啊 此时 一旁的韩飞懵懂提问 白又微明显慌了 不是这样的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 对不对 韩赫 你是不是没有听清楚 我刚才承诺你的那些话 我再给你说一次 我和飞飞其实都很爱你 只是我们比较含蓄 不懂得怎样表达 造成了这么多的误会 但是现在不会了 我会主动奔向你 只爱你一个人 一辈子也不分开 我听得不耐烦了 出口打断她的话 是我刚才说的不够明白 还是你把我当傻子啊 既然你非要自取其辱 那我就跟你明说 你这样的垃圾 我不喜欢也不稀罕 听明白了吗 能别跟我扯皮了吗 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爱我 这都跟我没关系 我也懒得搭理你 我现在只想要你离开我跟我家人 不要再出现在我们面前 否则我就报警 不对 不是这样的 白又微摇着头 再次拽着我的衣服 你看清楚 我是白又微 不是杨洁 你是不是搞错对象了 哦对 你其实是想跟杨洁离婚的 只是难以启齿是吧 我甩开白又微的手 厌恶地说道 在孩子面前 别逼我骂得太难听 白又微一贯的自信崩塌了 忽然间有些不知所措 韩非则拉起白又微的手 妈妈 现在怎么办啊 爸爸是不要我们了吗 妈妈你不是说爸爸 一定会选我们的吗 白又微目不作声 她深吸了一口气 盯着我说出最后的托词 飞飞不能没有爸爸 你忍心让飞飞被别人嘲笑 说是没有爸爸的孩子吗 就算不是为了我 你也为了孩子多想想 韩赫 我们复合吧 好不好 白又微曾经最不屑打感情牌 可现在 她却只能卑微地打感情牌挽留我 真是可笑 就如同我朋友说的那样 如果真这么喜欢 当初干嘛去了 我不接受任何以背叛为前提的回头试案 这不是突然悔悟 而是她有了新的小算盘 我望着白又微 嗤之以鼻 白又微 你真见白又微瞳孔放大 往后倒了几步 妈妈 你说话呀 妈妈 韩非一直扯着白又微的衣服催促 也不知是韩非的举动 把她惹毛了还是怎么的 她忽然猛地将韩非推到我面前 你看看 这是你的孩子 是你第一个孩子 你难道就这么放任不管了吗 飞飞还这么小 没了爸爸 该有多难过 白又微说吧 揪起韩非胳膊上的肉 你快哭 哭给你爸爸看 妈妈 疼 你别这样 韩非疼的眼泪都出来了 她哽咽着 连连躲避 韩非胳膊上的肉 被掐得紫红 白又微也没有收手的意思 你快哭啊 哭啊 你干什么 我把韩非从她手里拽过来 你疯了吗 我朝她大声吼叫着 白又微才恢复理智 她看了一眼韩非 韩非正瑟瑟发抖地闪躲她的视线 她再也坚持不住 蹲下身 将脸埋在手心里 痛哭流涕起来 我给韩非买了根冰棍 她抽抽提提着 把冰棍包装袋撕开 咬了一小口 看着白又微痛苦的模样 又下不去嘴了 妈妈 我无奈地报了警 警察接到报案 很快来到现场 我跟警察阐述了 白又微对孩子实施虐待的事情 顺便提了一嘴 白又微昨天登门 骚扰我的家人 警察说 一定会严格处理 给孩子给我一个交代 露了口供之后 我就回家了 回到家时 杨洁早已烧好了饭菜 回来了 就等你了 她笑着走过来 替我吞去外套 我吻了吻她的额头 回来了这天之后 白又微再也没来过 我也没听说过她的行踪 而我的生活也愈加幸福 就在昨天 儿子开口喊了爸爸 我抱着杨洁 激动了半天 我望着墙上的全家福照片 和杨洁依偎在一起 老婆 我爱你 杨洁轻轻捧起我的脸 郑重其事 我也爱你 永远爱你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